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美老鹏,我们的有机小菜园 今天的题目是种香春的第一年 香春呢,也叫香春头,香春芽 是原产地来自于中国的属于练科类的这个多年生木叶桥木 香春树的寿命呢,至少有30点以上 它吃头上的嫩芽呀,可以作为蔬菜来食用 有特有的这个芬香味,不仅它营养极其丰富呢 而且还具有五大类的药用保健功能 我们知道啊,食物中的这个抗氧化性呢 是保护人体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而在一百多种这个常规蔬菜里面呢 香春的抗氧化性是排名第一的 在中国啊,高产地的主要集中在这个 长江啊,淮河以及黄河流域 在我们这个现在居住的这个高纬度寒冷的 这个加拿大蒙特利尔地区啊 很遗憾的是啊,这种很好的这个保健驾驶的 这个香春芽呀 我们是在超市是非常难以买到这个新鲜的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的 我们还得靠自己家里自己种 香春主要有三种繁殖方法 但是我们临起步的时候呢 主要还得靠这个种子育苗方式 香春的种子在网上可以购买到 它的这个健康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我们挑选一部分高质量的种子 在25度的环境下面进行吹牙 24小时以后呢,几乎全部吹牙成功 要使用这个经过高温消毒灭菌过的这个盆栽土 放少许这个谢庚肥的这个固体肥啊 可以帮助这个香春苗以后快速成长 老伴均匀好以后呢 再覆盖一层这个无菌盆栽土 然后呢,再浇上水 然后再在中间挖个洞啊 然后这个准备这个放种子 然后呢,用椰子啊 轻轻的把这个吹出牙的这个香春种子 放到这个挖好洞的中部的孔里面 平放就可以了 然后再覆盖一层无菌盆栽土 厚度一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把水浇透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呢 就开始出牙了 香春苗它需要大量的阳光和水分呢 所以在四类育苗阶段呢 就要放这个靠窗户的边上 阳光充足 浇水的时候呢 最好从底部浇水 这样在防止四类出现虫害啊 当室外的温度大于八度啊 没有下雪刮风的时候呢 可以拿到外面裂苗 在四类育苗的这个香春苗啊 它的这个抗寒能力比理论上要差很多 零上面它可以达到零下十度左右 实际上面零度以上就不行了 所以特别小心 要有过渡器啊 所以为了保险体验 晚上的最低温度要大于45度的时候 最好才室外定制 定制的第一阶段呢 最好是仍然是盆栽 定制到盆栽里面 暂时不要土栽 在室外定制盆栽的时候啊 可以放入大量的这个有机对肥土和固体肥 它需要大量的淡肥啊 这个香春苗它伸展速度很快 一直到室外后的第一年 我们采取的是比较保守的放养政策 也就是说暂时不得它进行任何剪枝和采栽的这个处理 同时呢 就选用了两株长得比较强壮的这个香春苗啊 直接就是定制到这个土里去了 土栽了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它的这个监土的论子啊 所以说香春苗减枝非常关键的 不减枝是不可能高产的 但是什么时候减枝呢 这就要看我们这个如何种植香春的方向 一个呢 它是我们把它这个土栽作为一种树来种植的话 因为香春苗最大可以最高可以到十米高 第一年就可以基本上不考虑减顶和减枝 这里看得很清楚啊 你看把那个主干 主干那个顶部剪掉之后呢 它旁边就可以长出很多这种分枝出来 那分枝的头部呢 就是我们可以长出我们所需要吃的那个润芽润枝 像长期盆栽的话呢 其实上可以提前拔顶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早就长出这个分枝出来 那分枝头部呢 就可以长出我们所需要吃的这个润芽 你们看如果不剪的话 旁边全是叶子 它叠不出一个枝出来 我们去年还是有点太保守了 去年大概十月中旬左右的时候啊 最低温度低于零下六度七度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乡村苗的这个叶子都全部自动枯为死亡了 转移到车库里过冬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方案 冬天不看暖气的时候啊 整个车库的温度呢 一般可以控制在六度左右 相对的湿度呢 一般都能保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整个冬季都不需要浇水 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乡村苗的冬眠 不会很快的重新出芽 进入山一份以后啊 次库里的温度呢 会逐步上升到九到十二度 这时候如果浇起水的话呢 那么这个乡村苗就会很快发芽 大田的温度在二十一度左右 即使把乡村这个苗呢 转移到大田里去的话 可以加快它的这个嫩芽的生长 山一底呢外面还是白雪世界啊 这时候千万不要着急把这个乡村苗啊 放到外面去那会很危险的 转移到大田里之后啊 仅仅一个星期时间左右 这几株这个乡村苗啊 它就疯长 这个嫩芽生长非常的迅速 过完冬以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乡村苗啊 它的强大的自我根部繁殖能力 你们看啊 这个小芽就是刚刚过完冬之后 自己从根部长出来的这个新芽 我们这个细枝也是根部这么繁出来的 它顶部已经长出嫩芽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右边这个主管的高度已经超一米了 我们准备把它长期作为盆栽用的话呢 可以过几天你可以提前给它 把它给它拔掉 这样旁边会长出很多分支出来 可以接触更多我们可以使用的嫩芽 提高产量 在四六月生长的时候 温差不够啊 所以很难长出这个红芽 一般能长出绿芽出来 我们到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一直到外面的时候呢 就可以长出红芽了 因为它的温差比较大 大于8对可以了 下一次我们继续和大家交流 怎么样这个对乡村苗的这个简直啊 怎么实用乡村呢 这方面的心得啊 好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咱们下期见